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阿波羅網報導 兩大信號 中共恐懼軍隊政變 處處風聲鶴唳 揭秘中國人的大功臣 蛋炒飯事件的起源 大淘汰 中國9名院士教授密集病亡 8人為中共黨員 研究稱 細菌無腦 但會儲存記憶並傳承好幾代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熱點直擊 今天是美國時間11月26日星期天 我們通常在視頻發布後1小時內提供字幕 您只需點擊視頻右方的CC按鈕即可打開字幕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兩大信號 中共恐懼軍隊政變 處處風聲鶴唳 阿波羅網記者秦瑞報導 11月26日 中共《解放軍報》在其頭版發表評論文章 關口前移抓安全 文章聲稱 個別單位還存在安全管理隱患 需要及時發現 抓早抓小 把問題發現和解決在平時 文章還說 當下正值年終歲尾 各級黨組織和領導幹部要遜牢底線思維 根據中共自己的說法 所謂的底線思維就是往最壞處想 而對於中共來講 軍隊中最壞的情況就是發生軍事政變 文章接下來還說 著眼體系防範事故 做到苗頭早發現 風險早預警 措施早干預 確保部隊安全穩定 然而根據網絡信息 凡事往最壞處想 本身可能是抑鬱症的反應 比如有的患者就承認自己凡事都要往最壞處想 然而 在中共的官方宣傳中 卻大力強調要束牢底線思維 也就是堅決往最壞處想 據中共喉舌人民網在2018年的一篇文章《抑鬱症是怎麼得的》 作者是北京回輪觀醫院精神科副主任醫師宋重生 文章說 抑鬱症患者的病前性格和發病之間的關係很複雜 有些性格特徵對抑鬱症而言具有異感性 比如消極人格特徵或神經質 前者是指遇到事情習慣性地往壞處想 更多的關注甚至誇大事物的不利方面 後者是指過於敏感 容易焦慮 患得患失 從中共的一系列動作可以看出 非常符合這些描述 能夠證明中共已稱驚弓之鳥的 還有網絡上流傳的一則通知 通知說 轄區廣告公司 門店 在製作條幅 標語的過程中 凡是涉及軍隊 軍人 維權等敏感字樣的 一律先向北環路派出所報備 經報備審核後方可印之 落款是秦皇島市公安局 海港分局北環路派出所 消息引發網友熱議 人們紛紛表示 最怕軍人滑變 退伍軍人也是軍人呢 軍人想維權也不行 CCP連軍隊也養不起了 槍桿子看來拿不穩了 不讓打印 自己用墨水 止步比血不就行了 以後學校不教敏感詞 字典不收錄敏感詞 輸入法律刪除敏感詞 這樣就徹底去根了 退伍綠皮一直是重點維穩對象 每個退伍群裡都有專人監視動態 沒想到吧 當綠皮時去打維穩者 一退役立刻變成被打那個 維穩的變成被維穩的 天道有輪迴 放心吧 京哥有一天也會成為維穩對象的 世間的京哥們 你們小心點 這裡的京哥指的是網警的意思 揭秘中國人的大功臣 蛋炒飯事件的起源 阿波羅網孫瑞後報導 25日是中共黨魁毛澤東長子毛岸英 在韓戰喪生73週年 此時在中國民間被稱為蛋炒飯事件 中國大陸很多人發蛋炒飯圖片慶祝 之所以叫蛋炒飯事件 是因為這是中共瀋陽軍區原參謀長 時任共軍司令部作戰處副處長的楊迪 在他的回憶錄 在志願軍司令部的歲月中曝出 雞蛋是朝鮮次帥朴依宇送給彭德懷總司令的 而毛岸英竟然把雞蛋炒了 所以楊迪會印象深刻 但當時楊迪並不知道毛岸英的身份 只知道他是彭德懷的俄文翻譯 朝鮮今日成是元帥 下有三位次帥 朴依宇是朝鮮平安道人 曾用名王威 王衛 朴依宇 先在中國東北參加中共武裝叛亂 在中共根據地擔任要職 成為中共七大的代表 後來 他加入朝鮮義勇軍擔任政治委員 參與了東滿根據地的創建 1946年3月 率朝鮮族2000餘士兵回到朝鮮 成為朝鮮勞動黨的主要領導人之一 於1953年初被今日成晉升為次帥 勢力達到巔峰狀態 朴依宇還是朝鮮勞動黨中央委員 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 政府內務相 隨著韓戰結束 今日成政權穩固 由於政見不同 朴依宇在勞動黨內備受孤立 被升為次帥的童年 朴依宇所任的中朝軍隊聯合司令部副政委一職 被崔雍健取代 隨後被解除內閣內務相職務 改任郵政局長 接著又被免去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職務 1955年4月的朝鮮勞動黨二屆十六中全會上 今日成公開宣布朴依宇作為反黨宗派分子被開除書黨 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 最後被今日成殺害 今日成政權宣傳說 從中國回來的人當中 像朴依宇這樣的人可以算是個典型 他自命為來自中國的人的代表人物 說什麼 沒有提拔來自中國的同志當幹部 來自蘇聯的人和來自中國的人 生活習慣合不來等等 企圖把階級意識薄弱的同志糾集在自己的周圍 鬼鬼祟祟的搞見不得人的勾當 朴依宇是延安派之一 延安派是指朝鮮勞動黨成立初期 在其內部存在的一個派系 延安派的成員是 大多曾在1930年代 在中國共產黨的根據地延安參與革命的朝鮮人 延安派在1950年代遭到今日成為首的游擊對派的清洗 幾乎所有延安派成員都被打倒 後被處以急刑 大淘汰 中國九名院士教授秘籍病亡 八人為中共黨員 2023年11月20日前後約一週內 中國工程院院士 南京林業大學原校長王明修 中科院院士 太和金專家賈春曉接連病亡 另有至少7名知名教授秘籍病亡 其中8人是中共黨員 最年輕者僅41歲 另據不完全統計 2023年11月16日至22日一週內 中國大陸至少還有6名知名教授病亡 均為中共黨員 2022年12月份 疫情在中國大陸新一輪爆發以來 受中共重點扶持的高校成為重災區 研究稱 細菌無腦 但會儲存記憶並傳承好幾代 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在11月21日發表的新聞稿指出 該校研究人員發現 大腸桿菌是用鐵的含量來儲存有關不同行為的訊息 當它們受到某些刺激時 這些行為就會啟動 主導這項研究的該校分子生物學家巴塔查亞說 細菌沒有大腦 但它們可以從環境中收集信息 如果它們經常遇到這種環境 它們可以儲存這些信息 並在以後迅速取得 使其受益 這一切都與鐵有關 鐵是地球上最豐富的元素之一 單一和自由漂浮的細菌具有不同含量的鐵 科學家發現 鐵含量較低的細菌細胞會比較群集 相較之下 形成生物膜的細菌 其細胞中的鐵含量很高 這些鐵的記憶持續了至少4代 到第7代之前就消失了 研究人員主張說 當鐵的含量低時 細菌的記憶會被觸發 進而形成迅速移動的遷徙群體 在環境中尋找鐵 當鐵含量高時 記憶會指示 這種環境是黏附並形成生物膜的好地方 我們每天在副頻道發表一個視頻新聞 阿波羅網是獨立媒體 沒有政府和機構資助 朋友們每一次按動油管的特別感謝 都讓我們深深地感受到您的關愛和支持 尤其感謝純粹為贊助我們而加入會員的朋友們 我們唯有做得更好 回饋您的幫助 請您點贊 轉發和留言 讓更多人受益 也請您訂閱並打開小鈴鐺選全部 我們也在乾淨世界平臺開的頻道 歡迎您在乾淨世界訂閱我們 鏈接在視頻的描述中 再會! 點董ствие 詞儉 文化 第二 overview www.sdiv.info 就位成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